第111章互惠互利,方哲在那迷迷糊糊,不知牛友道在绕什么? 原方更是甘瞪眼,不知道爷在闹哪样,朱顺依直皱着眉头瞅着牛友道,凯如月又似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似的,连连讥讽道,你让我将荆州一直把持下去。 听你这话里的意思,似乎你比我对万动天府的影响力更大吗?我倒是想听听你和万动天府有何渊源,敢口出如此狂言。 不不不,牛友道连连摆手,长公主误会了,我和万动天府没任何关系,万动天府的人我一个都不属。 凯如月冷笑连连,赵国金城你连门王哪开的都不知道,万动天府你一个人都不认识,你还想左右荆州的局势。 牛友道慢慢喝了口茶,又慢吞吞道,左右荆州局势者,未必要与赵国金城和万动天府有关,雍平郡王便可助长公主一臂之力。 他,凯如月皮笑肉不笑道,你让他离了凤铃波试试。 牛友道放下茶展看向朱顺,我要地图,天下全图。 朱顺看了眼凯如月的反应,见他没反对,立刻自作主转身离去了。 朱顺心里清楚,牛友道把话说到了这个地步,应该不会是拿小命闹着玩,长公主尽管还在讥讽,可长公主还有耐心奉陪下去就说明长公主也想知道牛友道说的是不是真的, 只是长公主的态度上不可能认由别人拿捏。 而他自己,其实也想知道答案,想知道牛友道如何破解所谓的长公主迫在眉睫之忧。 没多久,朱顺亲自抱来了一卷地图,没有假其他人的手。 牛友道起身走来,挥手示意原方和方者,打开。 两人上前从朱顺手中接了地图,放在厅内地上摊开。 摊开到一半,露出有燕国和赵国后,牛友道示意两人停下,让两人将地图扯了起来,被拉着横着。 盯着地图稍微端详了一下,牛友道又转身伸手请海如月,请长公主挪布上前一关。 海如月冷哼一声,端着一态慢慢走了过来,扫了眼地图,对这地图他也是很熟悉的。 一般女人对这无任何美感和枯燥无味的东西不感兴趣,可是没办法,她到了如今的地步,不接触这些东西不行。 牛友道伸手指向赵国,在赵国东南方向指了指,荆州。 手指偏向隔壁燕国的南州境内的青山郡,落在仓庐县的位置指了指,雍平郡王在此。 回头又问海如月,长公主觉得这局势如何? 哪有什么局势,海如月很想扔出一句看不懂给他,荆州势大,仓庐县弹丸之地,四面受困。 牛友道之他话里有贬低仓庐县的意思,不过人家说的也是事实,一周之地相当于他前世的一省,仓庐县自然就是一线,完全没有可比性。 然而现在不是跟着女人叫这近一般见识的时候,他手指又在青山郡圈了一圈,若是雍平郡王将青山郡一统,局势又如何? 是不是就和荆州毗林相衔接在一块了? 朱顺接话道,是衔接在了一块,那又如何? 他哪能让主子一个劲地回答这弱智问题,说差了岂不是让主子尴尬? 牛友道,很简单,一旦雍平郡王夺取了青山郡,可与长公主互为倚仗,成联合互助之事。 诗,凯如月一声吃笑,小小青山郡做我金州乙仗。 牛友道手指一挪,若在了广义郡上,若再加上一个广义郡如何? 广义郡人多两族,现有之精兵就有十万之众。 雍平郡王占了青山郡之后自然也要扩充人马。 长公主不要忘了,凤铃波和雍平郡王间为天狱们效命,一动则连动,两郡人马相助如何? 凯如月不屑,两郡人马又如何?我犯得着要这小小乙仗吗? 牛友道,长公主别忘了雍平郡王的父亲是谁,百族之宠死而不将,宁王还是留了点底子给儿子的。 若是雍平郡王练出一只雄兵,若是宁王生前的一万阴阳五列位重现,长公主还会觉得这是小小乙仗吗? 不说宁王一万铁骑将韩国十万大军催空拉朽,阴阳五列位的威力我是亲眼见过的,英国朝廷派出数千人马截杀,其中铁骑上千,却被雍平郡王五百骑正面给一举击溃。 凯如月沉默了,朱顺义目光闪烁,再加上广义郡和青山郡的人马,赵皇若感动荆州,不但有长公主荆州人马对抗,两边近在咫尺,一万阴阳五列位青客坚可铁骑越境杀入赵国境内,再加广义郡和青山郡的大部人马配合,赵皇不集结重兵应对,怕是没那么容易挡住。 英国这边若要威胁荆州,也必然要金南州这边,雍平郡王就算不阻击,摆出支持长公主趁乱向英国附内进攻的态势,英国也必然投鼠忌气。 牛有道夫又转身面对地图,指向了荆州,在荆州上下左右指了一通,荆州西有平州,北有光州,皆在赵皇控之中,对荆州虎实丹丹成前置之势,万动天赋不敢让荆州不闻正视距于此,怕两州人马趁虚而入。 荆州东临英国南州,来有茫茫大海,只能逃亡,坐不得退路。 而长公主一旦得到庸平郡王的权力支持,局势则大不一样,内可让赵皇忌惮,外可让英国不敢妄动,荆州无忧,这般局势万动天赋岂不喜闻乐见。 同样,万动天赋若敢换掉荆州之主,若敢换掉长公主,庸平郡王自然不会答应,一旦摆出进攻态势,一旦出兵荆州,荆州必乱,赵皇必趁时而出夺取荆州。 换掉长公主则意味着荆州不保,是问万动天赋还敢这样做吗? 这难道不是为长公主解迫在眉睫之忧吗? 海如月和朱顺相识一眼,略沉默一阵后,海如月又冷笑道,还真是奇了怪了,明明是来求本宫出兵相助的,可本宫听来听去,怎么导成了商朝宗出兵来帮本宫? 扭有道手从地图上放下,诚恳道,本就是互惠互利的事情。 当然,庸平郡王支持长公主之前还得先得到长公主的支持。 一句话就轻描淡写过去了,话锋一转,另有一点,这不但有益于长公主,也有益于万动天赋稳收荆州之力,起码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万动天赋不用担心荆州不稳,只要长公主将此谋送上,如此利好,万动天赋没道理不答应。 同样的,能帮天狱们吞下青山郡,天狱们也没道理不答应。 海如月盯着地图,目光一阵闪烁,邪逆到商朝宗困在弹丸之地,兵不过数千,大部还是借来的,一万阴阳五列位。 连影都看不到,还真是画了一块好大的饼。 牛有道素人道,长公主此言差矣,庸平郡王缺的只是一个机会而已,只要拿下青山郡,有了足够大的地盘,有了足够的冰原,有了足够的粮草供应。 一万阴阳五列位重现指日可待,切实可行之事,怎会是画饼。 哪怕仅有五千奇,亦是不可小觑的震慑,只要局势一成,无论是长公主还是庸平郡王,都不是谁想换就能轻易换掉的。 海如月转身,慢慢走回了主位,转身坐下后,徐徐道,听你这意思,是不是这样一来,你就有了倚仗,要不要弄来吃羊猪果都无所谓了。 牛友道摆了摆手,主动走到了她的跟前,令郎的病自然是重要的,一马归一马,治病归治病,为长公主解忧归解忧,赤阳诸国我依然会想办法为长公主求来。 见上为长公主解忧之策,只是为了向长公主换取一个条件。 条件,海如月挑眉道,说来听听,牛友道,长公主不能拖,需尽快出兵驻雍平郡王拿下青山郡。 他亲自跑来搞这事,也实在是商朝宗那边拖不起了,商朝宗那边以稳住仓庐县局势为由拖着,不可能一直拖下去,寻找十万鸭江的事情天狱们不可能让拖太久。 海如月淡然道,急什么,你先把赤羊猪果弄来了再出兵也不迟。 牛友道,燕国皇帝对宁王的忌惮您是知道的,迫于燕国朝廷的压力,天狱们也在考虑要不要放弃王爷,雍平郡王没办法等下去。 其次,说去长公主不高兴的,弄来吃羊猪果也得给我时间不是,这一来一往的时间就要耽搁不少,万一这中间萧天镇的病情有什么突然,到了那个时候长公主自顾不暇,出兵的是长公主还能够做多大的主。 难不成长公主真的想回京城,不满长公主,雍平郡王那边的压力很大,快扛不住了,我这次来若是不能请动长公主出兵,雍平郡王就要脱身顿往海外,以后长公主就算想找王爷合作怕也没机会了。 顿往海外,张建伯一是英明怎会生出这么个窝囊儿子。 海如月一声冷哼,借着一句骂,自己给了自己台阶下,此事容我考虑一二。 好,牛有道拱手道,只要这事敲定了,我立马启程为长公主去求吃羊猪果。 第112章黑夜中的萤火虫,他心里清楚,这是现在没办法逼海如月当场答应下来,此事非同小可,也不是海如月能一个人拍板做主的,必然要争得背后的万动天赋同意。 海如月面无表情不吭声,算是默许了,牛有道又补了一句,还有剑小时需要长公主开金口。 海如月,有什么事能一并说完吗?话中略带火气,他似乎已经体会到了商朝宗等人的痛苦。 商朝宗等人早就发现牛有道凡事不会说太近的风格,后面一出接一出的搞得人意味得不行。 第一趟球剑说是看病的梁依,结果一见面才告诉你梁依被抓了,要你帮忙救人。 等到梁依就出来了,梁依心情不好不肯治,要杀宋龙。 杀了宋龙以为能好好来着,结果发现梁依不是梁依,梁依变成了牛有道自己。 梁依换人了也就罢了,换人了照样治不了,一回头放下了他儿子的事,改成了给他救治,要帮他解后骨之忧。 绕了一大圈,他给商朝宗那边提的给他儿子治病的要求被淡化了,变得不重要了,朱冰柱商朝宗夺取青山郡的事情又摆到了守卫,这叫什么事。 现在这家伙又要提要求,他不火才怪了。 牛有道校园,宋龙那边关押的人里面,有一名上青宗的企图,我想单独见见他。 这是你找朱顺商量,海如月扔下话直接起身走了,免得这家伙又有事,让人闹心。 郑主跑了,牛有道只好与朱顺略碰头,商议之后先行一步等着,耿朱顺的安排。 被领去休息的途中,方哲一路默默无语,感觉自己有点对不住王爷的重托。 刚才那一通,他算是看出来了,牛有道基本上已经将海如月给说通了,就差万动天府那边做最后决断了。 想想自己来了这边这么长时间,缠了海如月这么久都没一点效果,就差跪下求海如月了,还是没用。 再看看人家牛有道,今天才刚来啊,一来还发生了这么多事,人家三下两下就把事情给搞出了眉目。 他之前认为自己已经尽力了,海如月不可能改变主意。 然而现在,他算是体会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终于明白了王爷那边为何要传讯通知自己全力配合人家, 王爷这时派出了真正的高人说客前来啊。 也正因为如此,他内心深深懊恼,恨自己无能,恨自己初始误了王爷这么多宝贵时间,更差点误了王爷的大事。 再看向牛有道的眼神,已满是敬畏,再也不会认为牛有道是在瞎搞乱来。 跟在牛有道后面的原方也是暗暗感慨不已,之前还提心吊胆,担心致病吊脑袋的事情,没想就这样过去了,致病的事情似乎已经不重要了,致病的事情居然被拐偏了。 明摆着的,事情拐成了这样,吃羊猪果就算不能求来,又能怎样。 越想越觉得道爷是真厉害啊,今天跟着道爷算是大开了眼界,发现自己要跟着道爷学的东西还很多啊。 他现在算是明白了原刚那个冷冰冰,硬邦邦,不尽人情也不服人的骄傲硬汉,为何就服道爷。 一番折腾下来,夜已深,幽清庭院,海如月穷穷孤立,抬头望月,朱顺亲不来到其身旁,轻声道,夫人,已经吩咐下去了。 海如月淡淡问道,你觉得如何?朱顺,虽是钱来做说客的,但说的也不无道理。 海如月略显愁畅道,当年明王商建博身边,文有洛少夫等人,吾有蒙山明等人,文之武功相得一张,大军所向披靡,若非缺了足够的修行界力量支持,只怕燕国当家的真要换人了。 如今其子商朝宗身边也有能人啊,当初接到消息,只他被放出燕京时,我并不看好他。 朱顺一探道,是啊,身边仅五百人,又有燕国朝廷的打压,谁都不看好,都以为封地便是他的葬身之地,或要顿逃。 然而一路走来,有条不稳,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先是娶了凤凌波的女儿,接到了凤凌波的兵,又强行在仓庐县站稳了脚,现在又要吞并青山郡,不可小觑啊。 凯如月,其致怕不仅仅是一个小小青山郡,我看他下一步怕是要盯上整个南州。 一旦拿下青山郡,消息传到燕京,不知燕黄会不会后悔放虎归山。 大使之下往往如此,一个贤士高人略出一计便足抵十万雄兵,莫非我坐拥荆州连个商朝宗都不如。 为何不见贤士高人来投我,难道就因我是女人?话中之意似乎觉得自己身边缺能人相助。 朱顺坚默,这话不好说,凯如月轰又问,前来说服我的计谋也不知是出自洛少夫的弟子兰若婷,还是这个牛有道本人? 朱顺沉吟道,不像是兰若婷的主意,也不像是商朝宗的主意,夫人是想,若有这主意,何故之前不用要拖到现在? 凯如月汉手,言之有理,若是出自那边,也犯不着再让这个牛有道亲自跑一趟,大可以让那个方者代理。 在僵持之际派出这个牛有道,必然是对牛有道有信心。 从宋龙的突发事件便可看出一二,这突发情况绝不是商朝宗那边能预料的,然这思看似年轻,却步步为机,将麻烦逐一化解,不可否认,本宫已经被他说服。 抬着看天的琴手端平,慢慢转过了身来,盯着朱顺,本宫这边的条件远胜过商朝宗,你说本宫能不能将其给招揽到金周围本宫效命。 朱顺略迟疑,沉吟着缓缓摇头道,夫人,现在怕是不行,他刚杀了艳屎宋龙,我们这边不好留他。 海如月,先做准备还是可以的,你安排一下,派人去燕国那边想办法摸清他的底,修炼资源,钱财或是美色,他喜欢什么本宫便给他什么,本宫就不信本宫的条件比不了商朝宗。 是,老奴回头立马安排,朱顺点了点头,心中暗叹,其实不是没人来投奔这边,他身为管家接待过的人多了去。 可是事实是,真正有本事的不多,只能打发去做个小力,实在是一斤手便能发现连个小力都未必能做好。 所以投奔者中,自以为是的倒是不少,这边婉拒后,被拒之人不找自身原因反而各种怨恨。 而从此来的牛友道身上完全可以证明,真正有能力的人就像黑夜中的萤火虫。 压来刺师傅的牛友道等人自然不会再回流方管,鬼知道宋龙那边还有没有暗中潜伏的人手,不安全,暂时留在了刺师傅。 关在屋内的方哲挑灯夜站,服案份笔集书。 嘎吱一声,牛友道推门而入,方哲抬头一看,立刻站起拱手道,道爷,可是有什么吩咐? 牛友道瞄了眼他写的东西,笑咪咪道,写发给王爷那边的消息吗? 方哲有点尴尬,今天发生的事情他肯定要报给王爷那边知晓,其中免不了大量涉及牛友道,也不知对方知道后会不会不高兴,尴尬点头道,是。 你做,你做,你忙你的,继续写你的。 牛友道乐呵呵往下打了打手势,随后又补了句,记得加条消息发给王爷。 方哲忙道,道爷您说,牛友道,让王爷那边放出消息,就说我已经从他麾下脱离了,已经和王爷没有任何关系。 啊,方哲惊愕,这,牛友道摆了摆手,叹了声,别误会,我也没想到来此会碰上宋龙这事,出了这趟事,燕国那边会给王爷压力。 归属民分这东西不重要,不影响为王爷办事,照我说的发消息吧,王爷那边能理解的。 今夜注定有许多人无法入眠,关在监牢内的黄旭生等人身为事发时的当事人,逐一被押出来审问事发时的情况。 身为其中之一的陈归硕自然也不例外,来之前,黄旭生等人已经告诫过大家,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 罪带到了刑房审讯,却并未对其动刑,毕竟都是他国的初始人员。 沉过之后,陈归硕本以为自己要被带回,谁知来了一人和审问的人而遇一阵后,一干人全部离开了,只剩下他一人环顾刑房里沉舍的刑具。 光光一声,关上的铁门又打开了,门口昏暗光线下,慢悠悠夺步走来一人。 等到刑房内的火把照清了对方的面容后,被铁链绑在了庄上的陈归硕大惊失色。 来者不是别人,正是面带微微笑意的牛友道。 陈归硕脸上浮现惊恐神色,牛友道不是被抓了吗? 怎能在这种地方随意进出,他也不傻,很快便明白了,他是和刺师府脱不了干系。 环境不错吗?牛友道打亮着刑房乐呵一声,在一排刑具前转了趟,顺手拿了指审讯行刑用的烙铁,走到火炉前,烙铁搁进了火炉中。 闺手扫了扫生腾起的火星,淡淡道,陈师兄,南山似一别,想不到咱们居然能在这碰上,还真是有缘呢。 陈归硕紧张道,你想干什么?我乃燕国出使人员,要是在这牢里出了事,不等他说完,拥有道一口打断道,陈师兄,怎么越活越傻了。 纵容我都敢杀,你还帮我担心这个,是不是有点多余? 出使人员在牢里出了事又怎样,你因逃跑被杀,在这乱世,一个无关轻重的小人物,还指望有谁能帮你没完没了出头不成。 第113章见人,逃跑被杀,陈归硕瞳孔皱缩,忽然猛然挣扎了起来,铁链被震动的哗啦啦作响,扯开嗓子歇斯底里地大喊道,来人!救命,救命,拥有道偏头看去,神情古怪,傅又盯向了火炉,抓了烙铁的手把,将烙铁转动在炭火中,一阵阵火星飞起。 他也不急于将对方给怎样,任由对方嘶喊,在那把玩着烙铁。喊了半嗓,不见外面有任何动静,紧张到气喘吁吁的陈归硕明白了,估计自己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使劲咽了咽口水,一脸近乎绝望的神色。 有时候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死之前的那个过程,更恐怖的是不知道牛友道会怎么折磨自己。 见牛友道半天没反应,如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斑,哀声道,师弟,师弟,看在同门一场的份上,求求你了,你就放过我吧。 牛友道,打住,谁是你师弟,别乱攀关系,你不是上亲宗的人,我也不是上亲宗人。 陈归硕立刻歹口,牛兄,牛兄,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的,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求您高抬贵手放过我。 牛友道淡然道,您有资格跟我称兄道弟吗? 比人江湖人称道爷,什么江湖人称,陈归硕也管不了那么多,现在也不会去想那么多,再次改口,道爷,道爷,我知错了,求您放过我。 实在不行,您就给我个痛快吧。 当当当,牛友道拿着烙铁手赶在火炉边上敲了几声,你看看,你看看,误会我了吧,什么叫给你个痛快。 我这人最讨厌打打杀杀了,我不喜欢杀人。 陈归硕无语,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你不喜欢打打杀杀? 纵龙谁杀的?不过人家现在说什么就是什么,牛友道盯着火炉中渐渐泛红的烙铁,叙叙叨叨叨,我说你也是的,好好的上亲宗弟子不做,要做叛徒,你也许会说我也是。 可我和你我不一样,很不一样,你是叛离了上亲宗,而我是因为上亲宗容不下我。 你说你想抱宋年轻的大腿,攀附个前途,我还能理解。 可宋年轻已经死了,你还能射掉上亲宗跑宋家去,我就想不通了,宋家其他人跟你有交情吗? 跟着宋家有什么好的,就因为宋家看起来是权贵豪门,宋家缺你这样孤零零的散修吗?你修为不高,又没背景,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还背负了一个背叛师们的名声,宋家会重用这样的人吗? 你不过是宋家手上的一个棋子而已,又能有什么前途? 烧红的烙铁从火炉中抽了出来,牛友道扬在手中朝背绑的陈龟硕走了过去。 看着通红的烙铁抵近,陈龟硕呼吸急促,身子使劲往后靠,嘴中紧张道道爷,道爷,然牛友道似乎没有把烙铁往他身上捅的意思,而是晃荡在陈龟硕的身前,滥悠悠道,人各有志,为前途也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 不过既然是为前途,就要为自己的前途好好打算一下,宋家不会重用你的,短时间内你可能还感觉不到什么,时间久了,你自然能体会到宋家对你是好是坏,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别的出路,多条退路多条选择吗? 陈龟硕似乎听明白了什么,忙道,道爷,我愿追随你。 痛快,是个痛快人,牛友道一脸赞赏,手上通红的烙铁差点没晃对方脸上去,陈龟硕偏着脑袋避开了,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痛快人,你放心,我也不会让你难做,你回头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继续为宋家笑命,等你觉得安全了,觉得来我这边合适了,你再过来也不迟。 陈龟硕无语,心想,还能有这好事?牛友道随后解开了他心中的谜团,当然,也不能什么事情都不做。 估计这次之后,燕国是要把你们招回去问情况的,你回去后想办法留在宋府,就别再往外面瞎跑了,尽量摸清宋府那边的情况,京城那边我会安排人跟你联系,等我需要的时候自然会找你。 陈龟硕盲点头道,好,我听到爷的,牛友道冷眼道,别答应得那么痛快,你在宋家能决定自己的去向?你能确定自己能留在宋府吗? 陈龟硕,能能能,宋叔,还有宋叔夫妇,我和宋眼亲交好,他们夫妇对我还算看宋眼亲的情面,尤其是宋叔老婆胡桂枝,我只要随便找点东西说是宋眼亲的遗物,只要将遗物奉上,届时顺带提一声,他应该会帮我说说话, 刘府的问题应该不大。牛友道笑了,顺口就能说出遗物的事来,看来这家伙早就在琢磨这事。 手上烙铁已渐渐按下,牛友道又转身走回了火炉旁,烙铁重新割了回去把玩,我若是就这样放了你,你回头不认账怎么办? 你人跑了,我拿你也没办法不是?陈龟硕,我全听道爷的,道爷您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好,痛快,是个能屈能伸的好汉,我看好你,牛友道手中烙铁操动,捅进了炭火深处,我还是那句话,我这人不喜欢打打杀杀,喜欢大家和和气气的解决问题。 这样吧,我也不逼你,你自己看着办,你自己送个把柄给我,你自己送个能让我绝对放心的把柄给我,只要你送给我的把柄能让我满意,我保证你好好的离开这里。 半个时辰后,陈龟硕回到了监牢内。重新关回牢笼后,隔壁牢笼的黄旭生凑了过来,隔着栅栏,沉生问道,怎么去了这么久?这么多人,只有你一个人去的时间最长。 陈龟硕无奈道,黄前辈,不该说的我一句没说,可对方知道了我和牛友道曾经是同门,追问了我一些有关牛友道的事情。 说罢摇了摇头,黄旭生事然,原来如此,想想也是,牛友道杀了宋龙,此时浮想把牛友道和宋家之间的恩怨摸清楚也不足为怪。 陈龟硕走到牢笼一角,潘息坐下了,表面平静,实则对之前刑房内的事情仍然心有余悸,从见到牛友道出现在刑房的那一刻,他本以为自己死定了,谁想居然丝毫无损地活着出来了。 精致,简约,也难掩贵气,这就是海如月的房间。 按理说不会有男人出现在他的房间,按理说这么晚了不会有男人出现在他这个寡妇的房间。 但却却时时有个男人坐在他的房间内,头发花白,胡须却如抹漆黑,年纪表面看起来中年片上的模样,略老,相貌平平,两眼却是有神的。 此人乃是万动天府的外事长老,荆州这边事务是他负责的重点,名叫黎无花,万动天府的掌门是他师兄。 端庄貌美帝海如月散开了发迹,长发披肩站露出另一种迷人风情,坐在茶几另一边,将牛友道的意思陈述了一番后,问道,你觉得怎样? 黎无花沉默不语,思索着,海如月起身,亲自提了茶壶为他茶盏里蓄上茶水。 茶壶刚放下,黎无花伸手抓了他的手腕,微笑道,夜深了。 海如月挣扎了一下,眉挣托,明眸神色中闪过一丝复杂,排斥的意味明显,不过转瞬又浮现薄称神色道,先说正事。 黎无花手一拽,海如月便失去平衡跌坐在了他的怀中,一只手顺着他衣领摸了进去,轻车熟路地摸上了他的胸,你说这些不是已经有了决定吗? 海如月不安定扭动身子,我做了决定有什么用? 黎无花起身将他横抱了起来,走向了床榻,将人扔在了榻上,将他彻底操控在了自己的掌中,很快将他剥了个金光,惊心动魄的曼妙白皙动体暴露在了空气中,有雾身段。 衣衫随手扔,两人很快滚在了一起,窗户缝隙外,一双眼睛盯着里面,窗外,衣衫单薄连外套都没穿的消天阵听着里面不堪入耳的声音,透过没关炎的窗缝看着里面隐秘不堪的一幕,眼神中的愤怒,紧握的双拳,整个人在瑟瑟发抖,也不知道是气的,还是动的。 他知道踏上的男人看到了他,他一走进窗前,那个男人似乎就察觉到了,偏头看来,与他目光对视了一下,随后依旧对踏上的女人我行我素,甚至越发不堪,越发肆意。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类似的一幕,那个男人也不是第一次发现到他,但从来没有在意过他,是他若不存在一般。 你轻点,我说的正是,你还没给我答复,你放心,回头我就向师门历程此事,问题应该不大,屋内男女断断续续的声音传出。 一只大手轻轻握住了萧天阵冰凉的小手,将他给悄悄牵走了,是管家朱顺。 直到回到了萧天阵自己的房间,朱顺才道,少爷,你身子骨怕冷,以后晚上别再跑出去了。 被安置回踏上的萧天阵剑路扭曲神色,似乎从牙缝里蹦出两个字来,见人。 为他盖被子的朱顺动作僵硬了一下,又继续,低声道,少爷,有些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样,夫人也有许多的不得已,以后你会明白的,哎,一切生意皆在他那一生叹息中。 一个体弱多病的小孩能稳坐荆州刺史的位置吗? 带着一个这样的孩子的寡妇不借典礼,又如何控制得诸若大哥荆州? 何况这个寡妇还非常漂亮,有些事情他现在还不好跟他解释。 第114章断绝关系,苍炉县,凝王山庄,天还没亮,屋外便传来了吓人敲门的声音,王爷。 上在闭幕沉睡中的商朝宗豁然睁眼,天头问了声,什么事? 睡在一旁的凤若男也吵醒了,稍微瞧手看了下窗外的天色,略皱眉,这天都没亮,莫非出了什么事? 如今的二人,自然不会再躲在屋内打起来,时间过了这么久,凤若男也渐渐习惯了身边这位,睡在一起也习惯了。 外面回到,郡主求见,张淑青其实回来没多久,昨天傍晚前才到的。 牛友到一离开村庄后,他也没了继续待在那村庄的心情,加之惦记这边的事,所以牛友到前脚一走,他几乎后脚就跟缘刚收拾了东西返回。 回来比去要顺当得多,也轻松得多,村里有备好的通行船只,直接抬入密道中,顺流而下,轻松方便。 商朝宗也看了看窗外的天色,知道若没有特殊的事情,商淑青不会在这个时候打扰,立刻揭开被子下了踏,迅速摸黑穿了鞋,外套没穿,直接摘了剑披风裹在身上,快步离去。 凤若男坐了起来,面露疑惑之色,出门关门的商朝宗一出来,一下人立刻近身而语道,王爷,郡主有急事,说王爷这里不便说,让王爷去郡主那边。 商朝宗听出了这话里的意思,看了四周一眼,这里有不少凤若男的暗哨,而商淑青那边则全都是自己人,随微微点头,大步离去。 来到商淑青居住的小院,商朝宗才发现蓝若婷也在,正和商淑青站在一起,显然正在等他。 见面也没多话,蓝若婷示意去商淑青的书房,同时朝护卫打出了手势,示意戒备,不要让任何人靠近。 张淑青的书房很雅致,挂着自己画的画,还有自己写的字,花画淡雅,自己捐秀。 更以涨量,移入书房,商朝宗还没问什么事,蓝若婷已经从袖子里摸出了一份密报递给他。 密报不是原件,是军方使用的暗语,蓝若婷已经翻译腾抄了下来,方便直接阅读。 尽管采用了暗语,可利用矜持传讯还是有风险,途中充满了不可预料性,落在了别人的手里也有被破译出来的可能。 商朝宗迅速摊开,对着灯光查看,脸上渐渐露出惊喜交加神色,惊的是没想到牛友道一去荆州就遇上了宋龙,遇上了危险,喜的是牛友道不但化解了危险,还摆平了海如月那边,为这边即将陷入困境的局势再次打开了局面。 逆宝中,过程交代得详细清楚,海如月那边估计已经被说动,要这边提前做好准备。 放下手里的东西后,商朝宗呼仰天常看一声,我得道爷相助,如鱼得水,真乃天助我也。 蓝若婷亦感慨万分道,是啊,没想到这么快,道爷昨天才到荆州,当晚就把事情给差不多汤平了,真乃不可多得的人才。 王爷得此高显,足抵十万雄兵,蒙将军传话交好是对的。 商书亲神情有些恍惚,记得在山村的时候,他还阻拦,认为是白跑一趟,真的没想到牛友到这么快就把事情给搞定得差不多了,他才刚回来就接到了好消息。 然而正因为如此,他呼冷冷一声,方哲误事。 总家人道了居然一点情况都不知情,若非道爷自己化险为夷,差点害了道爷,差点酿成大错,误了大事。 商朝宗和蓝若婷面面相去,商书亲这种语气和态度很罕见。 蓝若婷略作陈吟,道,郡主,其实这事也不能全怪方哲,我们在荆州那边也没什么人手,方哲人手有限,盯不住太多的面也能理解。 何况方哲之前一点都不知小道爷的情况,并不知道宋家和道爷的恩怨,情有可原。 张书卿审声道,人手不够不能想办法发展一些线人吗? 是出发的时候没带购费用吗? 出了这种纰漏,没做好就是没做好,需要找借口吗? 我看他能力有限,他的态度明显对方哲很不满,引然坚俊主的气势爆发了出来,毕竟是酒居人上的人,骨子里有那个底蕴。 旁人不知他的心情,若非他想向牛友道问测而说出了这事,闭关中的牛友道其实没必要插手这事,结果人家为了他家的事跑出去想尽办法操劳,却差点因为这边的披露害人家丢了性命。 看到密报上的情况,太危险了,纵龙身为厌史,身边岂能少了高手。 与牛友道接触了那么久,他能感觉到,那是个散弹的人,无意卷入太多是非,是他想尽办法利用员刚将他给留下了,又是因他而跑出去为他家呕心沥血,结果还碰上这意外差点丢命,他想想都莫名揪心。 兰若婷有点尴尬,汉首道,是,郡主说得没错,回头我定修书训斥。 张朝宗不愿兰若婷太尴尬,毕竟方哲是兰若婷指定安排去的人,妹妹这样说话有点不给先生面子,出声道,亲儿,咱们不比以前,手上当勇的人手稀缺,方哲也欠缺初始的经验,人才大多也是磨砺出来的。 当然,道爷那种人才是天生的没办法比。 不过痴疑欠掌一掷,有过一次教训,他下次应该会注意了。 张书卿也意识到自己情绪有点不对,话有点过了,因这事处置方哲也说不过去,最汉首道,我也是希望他警醒一点,顾及周全一些,毕竟这种错误犯不起。 蓝若婷点头道,郡主说得有理,只是丑相商书卿的目光中略带狐疑,张朝宗抬手打住,挥了挥手中的密报,还是先商议一下如何和天狱门那边沟通吧。 张书卿却插了一句,道爷让咱们这边公开表示和他脱离关系,怎么办? 书房内又是一静,蓝若婷叹了声,道爷有心了,也是为我们好。 明芬这东西,其实道也本就不在乎,有没有也没什么区别,按他说的作吧。 张书卿抿了敏唇,他想说的是,这明芬一切断,有有道会不会就这样走了。 这边密谋商议出了结果后,天也大亮了。 张朝宗和蓝若婷连妹离去,直接撇开了凤若南,去了白瑶的住所。 与白瑶碰面后,两人有选择递讲出了情况,甚至略做了编排。 白瑶闻听神色凝重,徘徊在庭院中思索着。 蓝若婷盯着他的反应问道,海如月既然有此意图,不知这摆在眼前的青山郡咱们去还是不去。 白瑶脚步一停,偏头看来,待我上禀师门,得到回复后再做决定也不迟。 蓝若婷与商朝宗碰了个眼神,商朝宗拱手道,既如此, 那我们就等法师的消息。 白瑶冷眼邪腻道,不是说牛友道护送了郡主去联系宁王救部吗? 怎跑去了荆州,蓝若婷王解释道,荆州向这边发了消息, 我们外面也没什么人手,只好麻烦牛友道跑了一趟, 其实真的没有任何准备,真有心也不会有撞上宋龙这事。 我听不懂,白瑶毫不客气第一句话顶了回去,冷冷道, 王爷,下次再有这种事,最好还是先打声招呼,免得闹出不愉快。 蓝若婷苦笑道,一开始哪知道是这事, 海如月只说有时商议,菜地, 一群在菜地除草的和尚中间多了个人,魏多。 站在树下的袁刚不时看看这个已经死过一次的人, 来后听说了,几乎跪死在门外,差点被埋了, 幸亏白瑶出面过问了一下,顺便查探了一下, 才将其给抢救了过来。 听说那一次元气大伤,养了好一阵才缓过来, 能下床走动后,白瑶就把人扔给了这边。 牛友道不在,这个结巴怎么处置不知道, 不过袁刚似乎没有赶他的意思。 一个带着斗笠的和尚从远处快步走来, 到城里采购了一些僧人用的东西回来, 背着一只筐。 元爷,我刚在城里看到张榜公告, 雍平郡王说已经将道爷逐出了仓庐县, 这边和道爷已经没了任何关系。 元刚豁然回头,那和尚还在继续说, 这是怎么回事? 是真的吗?道爷还会回来吗? 主持呢?主持会跟道爷回来吗? 元刚审声道,公告上具体怎么说的? 说什么道爷在赵国金州沙燕国使臣送龙的事情 是其个人恩怨,和这边没任何干系, 听清了大概的意思后,元刚扭头就走。 守在商朝宗门口的守卫没能拦住元刚, 被元刚一脚扫翻一个, 一个过肩衰飞一个, 最终被一名修士拦住了。 外面动静也惊动了商朝宗等人出面, 见元刚动手了, 商朝宗等人立马猜到了情况。 鸡人快速过来, 请那修士让开了, 请元刚进屋里说话。 一进屋,元刚立马冷冷发问道, 发公告和道爷断绝关系是什么意思? 元兄弟误会了, 这不是我们的意思, 是道爷传话来让我们照办的, 蓝若婷当即把大概情况说了下。 元刚明白了, 原来牛有道离开那山村不是去找什么有意修炼的东西, 而是帮这些人办事去了, 遇见了意外, 和宋家人交锋了。 他冷冷叮向商淑青,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为何瞒我? 张淑青被质问得尴尬, 为难道, 是道爷再三叮嘱我不要告诉你的。 不知道这个还好, 一知道这个, 元刚立马转身就走。 元兄弟, 元兄弟, 任三人怎么喊都没用, 元刚一去不回头。 第115章送九明出手, 菜地的一群和尚集中了起来, 元刚对他们有一番交代。 交代完后, 元刚又让人把魏东喊了过来。 梯内, 就两人, 单独面对面, 两人对视了一会儿, 元刚问, 你什么修为? 魏多, 筑姬, 这两个字倒是能讲顺流。 元刚点了点头, 多话没有, 随后就一句话, 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找道爷。 魏多连连点头, 好, 这个也不结巴, 于是留下了一群和尚, 魏多跟元刚走了。 主院内, 一名亲卫快步而来, 禀报, 王爷, 元刚带着那个结巴离开了, 两人换了王妃那边人马的衣服, 借用了两匹马, 直接下山了。 机人沉默, 几乎都猜到元刚此去不是下山出去溜溜那么简单。 张朝宗挥了挥手示意那亲卫退下了, 旋即轻叹道, 乔庄也是吗? 应该是找道爷去了, 也不知这周围还有没有宋家的眼线, 会不会有危险。 蓝若亭陈寅道, 宋家的目标是道爷, 消息已经公开了, 知道了道爷不在这里, 宋家应该不会再死死盯着这里, 他乔庄之后出行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 张书清咬唇不语, 他之所以担心牛友道一去不回, 正是因为这个, 牛友道应该是了解元刚的, 一旦让这边公开了切断关系的事, 难道牛友道不知道元刚会去找他吗? 京城, 宋府, 书房内, 打烂的花瓶, 砸碎的茶盏, 碎裂的名贵宴台, 纸张撒了一地, 一地狼藉。 宋九明气呼呼在书房内来回走动, 因何而气, 自然是因为金州那边的事, 宋龙一出事, 那边就有人第一时间传了消息回来。 一接到消息, 宋九明几乎就亮相爹坐在了椅子上。 一个家族到了这个地步, 儿子死都是其次的, 关键是随之而来的后果, 堂堂燕国使臣为丝绸网布公事, 竟闹出这种事来, 而且是在外国。 宋九明已经能想象到, 某些人已经在暗中酝酿一场狂风暴雨, 即将在朝堂上向他凶猛扑来。 管家流露, 长子宋拳击垂手在一角, 不敢吭声。 都知道宋九明在气头上, 这个时候谁都不敢触他眉头, 两人很少见到他发这么大的火。 他身为燕国外出使节, 谁让他干这种事的? 谁让他干的? 他自己找死也就罢了, 这是要将整个宋家给搞垮吗? 宋九明忽悠指着二人披头盖脸一顿臭骂, 平常没什么表情的脸色此时已气的发青。 二人心中也很无奈, 这时估计不管换了宋家的谁在荆州见到牛友道, 怕是都会插手, 难道顺手的事情还能放过那牛友道不成。 只是谁也没想到事情会演变成这样, 宋龙肯定也没预料到。 宋拳若若问了句, 能不能想办法掩盖一下? 掩盖, 怎么掩盖? 宋九明手指戳在了他脑门上, 你吃什么长大的? 在国内凭咱们家的势力还能想办法推责任, 在国外怎么掩盖? 你往谁身上推去, 各国使节亲眼目睹, 那些人巴不得阉国内乱, 你越遮掩, 人家越捅得欢。 只臣死在了赵国, 赵国会帮你担这责任吗? 掩盖, 谁盖得住, 就在这时, 门外有人通报, 老爷, 司空府来人, 大司空召见。 屋内瞬间静默, 都怀疑, 同末十有八九也是为这时召见。 听到同末召见, 宋九明迅速冷静了下来。 不过并未急着去司空府, 而是让人将自己的怡荣好好收拾整顿了一下, 头发梳理得丝毫不乱, 衣衫里得整整齐齐, 这才出门成了马车离去。 马车上快速稳定自己的情绪, 调理好了自己的气色。 抵达司空府后, 进入正堂, 见到端坐在岸后冷冷盯着自己的同末, 他不慌不忙行礼, 随后二话不说, 直接跪下了, 低头在那一声不吭。 同末淡淡道, 都知道了, 是, 跪着的宋九明拱手道, 卑职教子无方, 有附大司空厚望, 但愿接受任何惩处。 同末观察着他的形容, 见他情绪平稳, 气色也无任何变化, 不禁微微汗手, 宋九明身上这点是他最欣赏的, 欲大事处便不惊。 知道了就好, 那我就不废话了, 你自己主动请辞吧。 是, 纵九明直接应下, 拱着的手没放下, 卑职立刻上奏请辞停位一职。 见他连丢官去职也这般平静, 同末越发欣赏, 叹道, 你不至于如此没分寸, 这时估计是你那儿子擅作主张, 可是没办法, 上次南山寺擅自截杀的事情已经惹怒了陛下, 不过好在没什么人知道, 事情过去也就过去了。 这次的是你应该知道, 闹大了, 咚咚, 手指在岸上重重敲了两下, 陛下必定震怒, 我也不好帮你讲话, 与其遭受弹劾被贬, 不如自己请罪自辞, 先把位置让出来给某些人去争, 我也好说话。 等风声过了, 看某些人在你位置上能不能比你做得更好, 出了错, 再重新启用你也不迟。 纵久明道, 是, 一切全凭大司空吩咐, 同末颇感欣慰, 从暗后起身, 绕出走来, 亲自俯身伸手将他扶了起来, 有些事情身在其微不好做, 我也能理解。 既然是私事未了, 不如就趁这空档好好把自家的私事处理好, 处理干净, 等到心无旁骛了再回来, 但愿还是需要你这种能臣的。 纵久明, 大司空的一番苦心, 卑职明白。 同末拍了拍他肩膀, 辞成就在这写吧, 我正要进攻向陛下奏报送龙之事, 顺便带上。 是, 纵久明阴下, 等他回到宋府, 满地狼藉的书房已经收拾得干钱静静。 待到他在长岸后坐下, 宋权亲自端了杯茶缝上, 同时试着问了句, 父亲, 大司空怎么说? 纵久明淡然道, 雷怎么说, 我已请辞庭为一职。 啊, 刘露和宋权皆大吃一惊, 尤其是宋权, 他前途还要倚仗父亲, 没了父亲坐靠山, 怕是要处境艰难, 有点焦虑道, 父亲是否操之过极了。 纵久明不理会这个, 目光倒是落在了对面墙上, 他书房里挂得一幅天下拳图, 起身绕出, 走到了图前, 观摩一阵后, 问道, 老二的遗体什么时候运回来。 刘露回, 这是怕是还有些麻烦, 荆州那边扣着尸体不放, 说是要等到事情查明以后再说。 纵久明背了双手, 那个牛有道, 荆州那边准备怎么处理。 刘露, 也说要到事情查明以后, 纵久明, 别指望荆州会将牛有道给怎样, 这是荆州十有八九参与了其中, 既不会处置牛有道, 也不会把牛有道交给我们, 估计会私下放了。 纵权荆怡不定道, 父亲, 你的意思是, 荆州参与了谋害二弟。 纵久明, 我不听那乱七八糟的解释, 我掌管刑律多年不是瞎子, 如此大事, 缺了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能这么凑巧, 我不信有这么巧的事情。 事发当晚的直接相关人员估计没一方是干净的, 老二估计是中了别人的圈套。 尽管我不知道金钟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我可以肯定, 牛有道我们怕是没那么容易找到。 苍卢县那边的消息来了吗? 刘璐, 刚道, 上朝宗已经张榜公开声明, 说已将牛有道从麾下逐出, 牛有道和他们已没任何关系。 哼哼, 纵久明一声冷笑, 盯着地图默然道, 情理之中的事情, 牛有道相当一段时间内怕是不会再在苍卢县露面了, 得靠我们自己找出来。 杀了我孙子, 如今又杀我一子, 此疗我若再不解决掉, 突惹人笑, 又有何颜面在朝堂立足。 也好, 趁我闲下了, 把这事解决掉。 他抬手指向了地图, 各国境内各区域的必经之路上的驿站, 精心做好挑选, 设观察点。 找认识牛有道的人把他的图像画出来, 传往各点, 我不信他永远躲着不出来。 待到王不好后, 立刻不断派人找商朝宗谈判, 让商朝宗教人, 商朝宗答不答应不重要, 价码可以随意加, 未必要给, 但要造成声势, 打草惊蛇, 令牛有道对商朝宗有疑虑, 不敢在商朝宗知道的地方躲藏, 逼他现身, 免得他一直藏着不出。 刘露疑惑道, 老爷, 您是说在各国境内设点, 不是在燕国境内。 他以为自己听错了, 众九明, 各国, 刘露一惊, 忙道, 老爷, 话图和谈判都好办, 可这设点的规模是不是太庞大了点, 所需人力和财力的支撑怕是, 宋九明, 人力, 物力和财力用不找我们出什么,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会找谍报司的老莫, 借用一下他那边暗部在各国的闲之人手。 刘露和宋全面面向去, 发现老爷子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就不凡, 这时直接动用上了国力来对付牛有道, 如此待遇, 牛有道就算死了也不冤枉。 两人也听出了另外一层意思, 老爷子就算下台了, 影响力依旧在。 我会找老莫商量好, 一旦发现目标, 让谍报司直接就进雇佣人手去解决, 否则等到消息传来传去, 我们再派人过去, 原谁解不了尽可, 所以这笔雇佣的费用最后账出来了, 还是要我们出的, 其他的倒没什么。 刘露精神一阵, 他与牛有道也算是有杀子之仇, 当即点头道, 老爷放心, 牛有道的话, 赢我立刻让人弄出来刻板, 快速引出传网个点。 第116章中全救人, 菜地, 蓝若亭慢慢走近, 站在了菜地旁的田等上, 看着和种菜和尚交流的商淑青, 还亲自动手, 似乎在学习种菜。 张淑青很快也发现了他, 从菜田中走了出来, 与之碰面后问道, 蓝先生有事。 刚又接到道爷的传讯, 蓝若亭笑着从袖子里抽出一份蜜剑, 双手奉上。 张淑青接到手, 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查看, 蓝若亭目光闪烁, 似乎在仔细观察着商淑青的反应。 看完密件的商淑轻松了口气, 牛友道让这边在燕京安排一个点, 负责与陈龟硕秘密接头。 有这一出安排, 他就放心了, 说明牛友道还没有动彻底离开这边的心思。 然一抬头发现蓝若亭看自己的眼神有点古怪, 不禁问道, 先生看什么? 他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 以为刚在菜地沾染了什么脏东西。 蓝若亭忙道, 没什么, 只是看到郡主在学种菜, 有点奇怪。 张淑青嫣然一笑, 虽然有些难看, 我发现他们种的菜掌是似乎比外面的好, 对讨教了一下。 哦, 原来如此, 蓝若亭乐呵呵点了点头, 远离金钟府城的一座山林中, 牛友道和原方放下了尖挑的箩筐, 从筐里堆积的物品中取出了刀剑和包裹, 两人接农夫打扮, 快速换装。 不远处有人牵着两匹马等着, 两人拿了东西走去, 与牵马人确认了身份后, 要了马双双翻身而上, 纵马冲出了山林。 至于商朝宗和海如月联合之事, 双方背后的势力都答应了, 天狱们和万动天府的人已经约定碰头, 这边事情一落实下来, 牛友道也立马走人, 准备去兑现答应了海如月的事。 跑上一段坡路, 两人陆续乐庭, 拨转坐骑眺望远处那座巨大的城池。 道爷, 真的要帮那女人去求吃羊猪果吗? 袁方试着问了句, 牛友道挑眉道, 老熊, 在你眼里我是说话不算话的人吗? 不不不, 道爷, 我不是这意思。 袁方挠了挠脸, 干笑道, 我只是觉得没必要, 事情都和他谈妥了, 找不找那吃羊猪果其实没关系, 再说了, 连他都要不来的东西, 咱们怕事也够呛。 言下之意是何必白跑一趟, 牛友道, 能不能弄来是一回事, 去不去弄又是另一回事, 一旦青山俊境内开战, 王爷看似迎面大, 可凡事都有变数, 最后的结果谁又说得定, 打仗这玩意我是一窍不通。 你们既然跟着我, 我就得为你们负责, 我得给你们预备好后路。 袁方若有所思, 明白了他的意思, 道爷已经把荆州当成了退路, 空又已经道, 道爷, 青山俊开战, 我寺里的人不会有危险吧? 牛友道, 我说了, 你们跟着我, 我就会负责。 你放心, 我已经安排好了, 只要他们待在山庄, 就不会有事, 一旦有事, 你忘了山庄下的密道吗? 会有人安排他们撤离的? 我, 袁方松了口气, 也从牛友道把荆州当作退路的行为上察觉出了一点, 道爷并未打算掉死在商朝中那一刻, 树上, 岁又试探着来了句, 道爷, 其实咱们没必要卷入这时是非非, 不如干脆走人算了, 哪边都不靠, 落得个自在。 牛友道, 你当我不想吗? 你若真能放弃搞那个什么破妙, 一切都好说, 实在不行咱们干脆躲起来。 侯子那人心中有热血, 动辄就说什么要做有意义的事, 除非永远不让他见人, 否则他迟早要惹出事来, 迟早要卷入是非。 我总不能让他永远不和其他人接触吧。 这世道, 他的性格是没办法一直隐居下去的。 还有你这只熊妖, 好好的妖精不作, 偏偏要当什么破主持, 非要振兴什么南山寺, 很好玩吗? 圆方洛洛道, 和好玩没关系, 老主持临终前, 我答应了他的。 牛友道吃生道, 是吗? 你要这新南山寺, 寺庙建起来了, 就凭你们这点实力, 在这乱世保得住吗? 你信不信你真要弄出一座大寺庙来, 连一年都撑不下去就要关门。 你们这一个个的, 背后没实力做支撑的话, 都是瞎扯, 都是找死。 你们一个个的都要做自己, 都要坚持自己的信念, 我能怎么办? 总得有一个人受委屈吧, 圆方寺有所悟, 道爷, 那咱们不如去找个实力强大的去投奔好了。 找个实力强大的投奔就能无忧了, 你当谁会养闲人不成, 爬到了什么高度才能看什么样的风景, 种瓜才能得瓜, 种都只能得豆。 跟你扯这些也没用, 也不能让你还俗, 你还是老老实实跟我走吧。 也没好好看过这个世界, 这次就当是去开开眼界, 走。 牛友道拨转坐骑, 两脚跟一砸马腹, 急驰而去。 圆方立刻纵马脊椎, 两人在关道跑了一段路后, 拐进了一条小道, 走预设好的小路, 在时还不敢一直走关道, 担心愁家在路上守候, 准备彻底绕远了后再上大路。 目标, 韩国境内的北部大雪山, 冰雪阁, 另一地的山林中, 两匹马在悠闲吃草。 不远处, 圆刚光着膀子, 脊背如龙, 躬身在那。 魏多拿了根木棍, 围着圆刚趴趴狂打。 练完功后, 圆刚纵身跳入了一旁的水潭里清洗。 这一路上, 马匹不可能跑个不停, 需要休整, 圆刚每天都会趁此保留一个时辰的练功时间。 两人已经进入了荆州境内, 离荆州府城越来越近。 夜幕降临, 广义郡, 太首府, 书房内, 管家寿年进入, 双手奉上一封密信, 老爷, 天狱门那边传来的。 浮案中的凤铃波抬头戈笔, 拿到手中一看, 眉头渐渐皱起, 盯住书信内容久久不语。 为一会儿, 彭玉兰端了一碗热汤进来, 见凤铃波神色不对, 放下碗, 问, 怎么了? 凤铃波顺手递给他, 让他自己看。 彭玉兰略带疑惑, 拿来一看后, 略显惊讶, 道, 现咱们半个月内准备五万人马分给商朝宗。 一个小小仓庐县要那么多人马干吗? 还要筹挫这么多粮草给他? 金山郡那边能让这么多人马入境吗? 回头又问寿年, 若南那边没传消息过来吗? 苍卢县那边有没有什么动静? 寿年摇头, 没有, 除了牛友道那点事也没其他什么动静。 凤铃波陈寅道, 难道和牛友道在金州闹出的事有关? 彭玉兰又看了看密信, 别猜了, 我直接传消息问问父亲怎么回事。 他父亲正是天狱门现任掌门朋友在, 微微城墙高大, 金州府城到了, 眼前的高高城墙, 是人刚入市以来见过的最大一座城, 与魏多一起在城门口下了马, 接受了盘查后, 一前一后牵着马进了城。 城中繁华不说, 一路上也没好好吃过东西, 两人找了各路边贪甜肚子。 钻了马, 刚在摊位上坐下, 后方路上一阵动静, 一群人马护着一辆豪车而来, 前方有人踪马开路。 路上行人纷纷让开, 摊主夫夫呼呼大惊失色, 大喊, 丫头。 两人的小女儿手上拿了个窝头跑远了, 正在路中, 不知进退, 似乎有点被吓到了, 而开路的马匹已经冲来。 圆刚斗然窜出, 瞬间冲了过去, 轮臂抱开了小女孩。 纵马而来者似乎也吓了一跳, 一紧急乐停, 乐得马前提力起思鸣, 顺手就是一边冲向了转身而去的圆刚, 带了点怒气呵斥, 还不让开。 圆刚反手一把抓了冲来的鞭烧, 顺手一带。 纵马者手上鞭子瞬间脱手飞了出去, 飞到了一旁的屋顶上。 圆刚一声不吭, 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般, 转身继续前行, 向那摊位走去。 摊主夫妇慌忙跑出迎接, 纵马者却怒了, 直接骑马冲来, 撞向了圆刚。 结果小孩的夫妇有点吓猛了, 眼见战马撞来, 妇人吓得尖叫。 魏多陡然起身, 却见圆刚一个转身, 全身抡臂挥拳, 喷,狠狠一记重拳砸在了冲来的马脸上。 七绿绿, 战马悲鸣, 连人带马轻翻向一旁, 砸倒在街头。 这一幕惹来街头两旁人群一阵精华, 对一般人来说, 一拳打翻一匹冲来的战马 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别说其他人, 就连魏多也暗暗心惊圆刚的戾气, 这丝骨头有够硬的。 端坐在马车内的海如月隔着珠连看着前方街头的一幕。 马车两旁立刻有修士闪身而出, 马车内的海如月淡然道, 算了。 马车外立刻有人传话, 落在圆刚跟前的两名修士冷冷看了圆刚一眼, 同时看了眼圆刚身边闪来的魏多, 傅又闪身返回。 一行人马继续前行, 小女孩以下的哇哇大哭。 圆刚俯身捡起了地上掉落的窝头, 吹了吹上面的灰, 刺掉了一些弄脏的部位, 塞回了小女孩的手中, 抚了抚小女孩的头。 小女孩直接放嘴里咬了口, 泪汪汪看着她, 竟然不哭了。 对于一旁经过的车马, 傲然而立的圆刚连看都懒得看一眼。 而马车内的海如月却将这一幕尽收眼底, 甚至偏头色窗看着, 直到看不到了为止。 第117章斋新城, 车马过去, 回避到街道两旁的人群恢复了正常, 不少人偷偷对圆刚指指点点。 抱着小女孩的摊主夫妇 责对圆刚连连感谢, 明显能看出畏惧的成分大于感激。 圆刚也没说什么不用谢的话, 做回了摊位上吃东西, 隐隐听到人群中的窃窃私语里 有提到刺师傅自演, 貌似说刚才过去的那些人是刺师傅的人, 倒是令圆刚看了眼车马消失的方向。 圆刚的食量一贯很大, 狠狠饱餐了一顿, 负账是摊主夫妇不肯收钱。 圆刚没有跟摊主夫妇推来推去, 扔下一枚银币, 女卫多牵了坐骑离去。 一路打听, 两人最终找到了刺师傅, 府外自然被拦下了。 凯如月其实也是刚巡视回来, 这里刚歇下还没一会儿, 一名丫鬟捧着一盒心境的手势, 正在给她选看。 管家朱顺来到通报, 夫人,圆刚来了。 凯如月饿了声, 去把牛有道留的书信取来吧。 朱顺并未急着离去, 笑道, 刚有人见到圆刚, 退意对老奴提起, 说这个圆刚刚刚在街头冲撞了夫人的坐驾。 是他, 凯如月惊讶抬头, 手上拿的首饰也放回了首饰盒内, 他就是圆刚。 朱顺摇头, 老奴之前没有随行, 没看到, 不太清楚。 凯如月嘖嘖有声, 饶有兴趣道, 果然是物以类聚, 皆是非常之人。 你那边摸到的情况, 这圆刚和牛有道的关系如何? 朱顺, 两人很少在外面露面, 那边的人也摸不到什么情况, 不过确定长随牛有道身边, 估计是心腹。 凯如月挥手, 有请。 是, 朱顺走到门口对下面人吩咐了一声, 拦在府外的圆刚和魏多被放行, 不过按规矩还是搜了身, 魏多的配件, 圆刚身上的匕首暂时都被扣下了, 身上也被吓了禁止。 两人被人领到了客厅等候, 等了没多久, 海如月在朱顺的陪同下来道, 宾主相见。 身份互相明了后, 圆刚多少有些诧异, 没想到这位荆州的女主人会亲自出来见自己。 圆刚没有拱手低腰拜见人的习惯, 哪怕是见到商朝宗和商书卿也不会, 上下打亮了一眼对方, 问道, 牛有道在哪? 海如月也在打亮他, 觉得这人有点意思, 因为圆刚之前在街头的行为, 发现圆刚似乎没有阶级观念。 对这个世界的人来说, 人分三六九等, 官就是官, 民就是民, 圆刚不将官放在眼里, 去去讨好小民, 且当街冲撞, 对海如月的观念来说, 有点无法理解圆刚的行为。 正位上坐下的海如月淡然道, 牛有道走了。 圆刚皱眉, 问, 去哪了? 见对方不回, 又追问了一句, 冰雪阁。 海如月呵呵道, 看来你知道的还不少, 打搅了, 告辞, 圆刚扔下话便走。 海如月好气又好笑, 发现这人还真是一点都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呵斥道, 站住。 我这里是你想来就能来, 想走就能走的地方吗? 圆刚停步, 缓缓转身道, 我与长公主无冤无仇。 海如月, 暂时留在荆州吧, 补了句, 这是牛有道临走前交代本宫的。 偏头示意了一下, 朱顺从袖子里拿出了一封信函, 上前交给了圆刚。 其实这边没守什么礼, 早就打开这信看过了, 然而看得有点猛, 因为看不懂, 反复研究琢磨了好久也看不明白。 圆刚抽出函中信件只看了一眼, 便知是道爷流的无疑, 里面是简体字, 字体也是道爷的行书。 这玩意没有参照就没有规律可循, 仅靠一封信想将内容破译出来, 他估计也没有那可能。 庆中内容大概的意思是, 牛有道猜到他知道消息后会来, 让他留在荆州, 等他牛有道回来, 不要乱跑。 这也是牛有道一番苦心, 知道这边事情一谈妥, 青山郡那边即将发生大战, 圆刚留在商朝宗身边的话, 时有八九会参战, 圆刚这人身上的某种情怀太浓了, 有血性, 不怕死的, 上了战场怕是要拿命去祸。 牛有道不认为商是兄妹的大业, 值得圆刚把命搭进去。 牛有道让商朝宗那边公开切断彼此关系, 就是存了这目的, 知道圆刚必然要找来, 趁机将圆刚调离青山郡, 等到青山郡那边的局势稳定下来了再说。 商是兄妹若成了, 圆刚再回去也没关系, 若是商是兄妹战败, 地盘都被别人给占了, 自然也就没了再回去的必要。 总之一句话, 他不能让圆刚置身于险地而不管。 他细手承诺跑去冰雪格弄什么赤阳诸国也是为了稳住海如月, 成如对圆方说的那般, 把荆州当退路。 将来的事情谁也说不清楚, 至少现在能让圆刚有个安身立命之地。 然圆刚一看到信中内容, 立马一时到了道也此去有风险, 否则不会不让自己跟随。 告辞, 圆刚扔下话再次转身而去, 门口却出现了两名修士, 将二人给拦下了。 海如月淡然道, 带去刘方管安置吧。 武力, 尽管各国都推出了年号立法, 可诸国都是在武朝的基础上来的, 诸国各用各的立法交往, 有些混乱, 因此真正在各国皆通用便于计算年份的立法基本上还是武力。 这也令各国雄主遗憾, 武朝时亡犹在, 有智者无不以有朝一日统一立法为愿望, 愿望达成之时自然就是一统天下之时。 武力523年, 燕国使臣宋龙在赵国荆州遇刺, 荆州查出宋龙因丝绸无视荆州律法, 擅自在荆州境内妄为, 是可忍孰不可忍, 向燕国讨要说法。 燕国以不对等为由, 拒绝和荆州交涉, 只和赵国朝廷沟通, 荆州刺史震怒, 集结重兵直指燕国南州, 做出了随时进攻的态势。 此举令内忧外患的燕国朝廷不安, 南州刺史周首贤紧急调集南州重兵防御, 而燕国朝廷内要警惕诸侯, 外要防范虎视眈眈的敌国, 能给予周首贤的助力不大。 当年春末, 南州内部防御空虚之际, 原燕国大司马宁王商建博之子, 用平郡王商朝宗借口查出之前遇袭之事 乃南州刺史周首贤所为, 上书朝廷言成周首贤, 朝廷已没有证据为由推辞, 商朝宗一怒之下找岳父奉明波借来五万精兵, 华州首贤,一路攻城掠地, 势不可挡,燕国举国上下震惊。 茫茫戈壁,浩瀚无忌, 当一道隐隐山巒终于出现在视线中时, 原方兴奋只去, 道爷,到了,摘兴城到了。 慢悠悠摇晃在马背的牛友道眺望, 看山跑死马, 估计得天黑才能到。 摘兴城,是一座古城, 传说原是一国国都, 后被五国皇帝商颂给摧毁, 如今成了修行中人聚集交易买卖的地方之一, 也并非无主之地, 背后的主人是修行界屈指可数的原音七高手之一, 情况类似冰雪阁, 妖魔岭之类的, 譬如冰雪阁后面施雪婆婆。 来此的目的是顺道来见识一下, 至于去冰雪阁取吃羊猪果的事情不及, 连海如月的势力都得不到的东西, 牛友道不认为自己一去就能得到。 有些东西急不来, 充分了解掌握一些修行界的情况也许更有意获取。 原方之所以兴奋, 也是因为从未来过, 他甚至是从牛友道嘴里听说, 才知晓有这么一个地方。 戈壁荒凉, 却并非没有人气, 不时能看到快马来回跑过。 不出牛友道所料, 等二人抵达山脚时, 天已暮色。 这里的山上看不到树木, 几乎寸草不生那种, 两人所成马匹无法上山, 山脚道是有一处马场, 缺了不少的马匹。 一打听才知, 这里是个马匹的寄存点, 马匹放这里会帮你伺候草料照养, 但价钱不费, 一天要一枚金币。 两人只好将马匹寄存在此, 随后飞奔上山。 到了山顶, 还不是目的地, 前方点点灯火之地才是。 一路翻山越岭, 终于见到了一座残破古城, 两人进入城内, 城中来往的人倒是不少, 明显都是修士。 城中一到夜晚, 光线不怎么样, 各家管各家, 据说门口有资格摆火炉照明的财食商家, 因此大多人头顶飞着照明的蝴蝶。 这地方不明身份的人太多, 意味着未明的风险。 两人直奔城中很有名的腰越客栈, 据说那是城主家开的, 背景强悍, 能保障安全, 两个对这里不甚了解的人自然是安全第一。 腰越客栈所在的位置地势较高, 主峰的半山腰上, 地段也好, 能俯视全城, 也是全城唯一有资格把电开在这位置的, 可见背景如何。 据说腰越客栈的位置本就是古城当年的皇宫, 抵达后, 牛有道信了, 这分明就是宫殿的规模。 登上客栈门口的台阶时, 牛有道忽然停步, 固然回头看向身后, 发现徘徊在客栈外的不少人正盯着他们两个, 那眼神就像看到两块肥肉似的。 不过这些人明显不敢在这里惹事, 只敢在台阶下面看着。 两人进了客栈后, 感受到了这腰越客栈的豪华, 大堂宽敞明亮得很, 其豪华程度暂不提, 有伙计过来热情招呼, 却认识住宿后, 领了二人去登记。 两人要了一间房, 费用十枚金币一天, 贵得离谱。 不过掌柜的说了, 住在腰越客栈的客人, 只要住一天, 便保证在摘星城一天的安全, 手持腰越客栈的房牌, 在摘星城内无人敢刁难。 第118张黑牡丹, 两人也是这时才知道, 山下的麻厂也是摘星城主的产业, 在腰越客栈入住的客人免麻厂的费用, 算起来算是省了一枚金币。 这边要了两人坐骑的号牌号码, 回头这边会通知麻厂那边, 给二人麻痹用上好的草料。 感情麻厂那边的一枚金币用的还不是上好草料, 这么一核算, 似乎比省一枚金币还滑得来。 火器随后领了二人去客房, 牛友道再次打亮这到处点着油灯的穹顶大厅, 找到了前世五星级酒店的感觉, 不过这城堡融合的古风味道明显不是所谓星级酒店能比的, 那韵味里的沧桑意境令人悠然回味。 没办法, 这客栈叫腰越客栈, 酒店是星级, 这里是月级, 牛友道心里好笑一声。 一进入内部, 眼前景致又是让人眼前一亮, 简直是一座植物园林, 外面寸草不生, 这里郁郁葱葱, 一支支燃烧的火盆照耀其间, 火光摇影的味道胜过前世的灯光装点, 也有一番风情, 有住客在里面喝茶下棋。 牛友道心里再次嘖嘖一声, 从这园林格局上可以看出, 城主是个有品的人, 这环境倒是让人感觉这钱花的不冤枉。 到了楼上客房, 屋内陈设简约而精致, 火器给里面掌了灯, 解释了茶叶在哪, 碳炉在哪, 可以直接煮茶。 至于取水, 屋里就有铜管引来的水, 是山上融化而下的雪水, 一直流个不停的, 屋里洗漱都不需要外出取水。 牛友道乐乐, 发现这里还真不是一般客栈能比的, 已经有了酒店的雏形。 有什么需要客观可以随时招呼我们, 火器客客气气留下一句话后, 关上门出去了。 牛友道推开窗户, 俯视城中点点灯火, 还有夜空繁星璀璨, 赏心悦目, 心情大好, 背对着吩咐了一声, 煮茶。 圆方摆了炭炉, 烧了炭火, 装了湖水放上面烧, 回头走到窗边, 嘖嘖一声, 道爷, 十枚金币一天, 比抢钱还很那, 我在南山寺多少天才能梦到十枚金币啊? 拍着手指算给牛友道听, 一枚金币兑一百枚银币, 一枚银币兑一百枚铜钱, 这住一天就是十万枚铜钱, 够普通人家用好几年了。 咱们这住一天, 也不费人家什么本钱, 账不是这么算的, 在这种地方能弄出这种客栈来, 也不容易, 何况人家玩的就是这个调调, 不是还负责保护安全吗? 安全这东西不好以金钱来换算。 牛友道笑着调侃道, 你又不是花不起, 你住上个一年不走也没问题吧? 圆方嘿嘿一笑, 摸了摸怀里的金票, 来之前, 牛友道找海如月要了一万金币做费用, 怕带着费事, 那边直接给了些大鹅, 小鹅累积一万金币的七国通用金票, 可随时在各国的钱庄兑换现钱。 有钱归有钱, 过惯了清苦日子的圆方还是有些肉疼, 提醒道, 道爷, 我刚在城中看到了其他客栈的招牌, 应该比这里便宜得多。 不要算这小账, 牛友道呵呵一乐, 转身看着他, 笑道, 老熊, 听好了, 跟着我不会缺钱花, 只要条件允许, 尽管吃最好的, 用最好的, 住最好的, 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钱没了还会有, 只要我还在, 不用担心钱的事, 以后你会发现, 钱只是个数字, 其实个人也花不多少。 嘿嘿, 圆方傻乐了起来, 这话听着大气, 舒坦, 不过心里还是低估, 这钱若是存着给我修寺庙多好, 这样花也太浪费了。 客栈外, 这间屋内的灯一亮, 外面有不少人盯上了。 一个皮肤略黑的女子咬了咬牙, 转身挥手招了几个人去了偏僻地, 躲在黑暗中对几人而语道, 我准备进去找他。 有人道, 老大, 这里面不住宿不让进的, 除非是里面住宿的人打了招呼, 可咱们也不认识他, 硬闯咱们脑袋也不够硬那。 女子道, 那就花钱进去住一天, 有人道, 起码的十枚金币一天, 何必花这冤枉钱, 再说了, 他也未必能答应。 老大, 他不可能待在里面不出来, 我们轮流手在外面, 他一出来, 立刻拦下他。 女子摇头道, 不行, 你们没看到吗? 盯上他的人可不止咱们一伙, 等他出来未必轮得到我们。 有人道, 他能答应吗? 在这住的虽然都是有钱人, 可很少有人会答应, 咱们也只是在这碰运气。 女子, 我有预感, 这人能帮上我们, 我看好他。 预感, 预感能当回事吗? 鸡人无语, 不过他既然下定了决心, 其他人也就没再说什么了。 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女子抬头挺胸登上了 邀越客栈的台阶, 直闯入内。 然而一进门, 立刻被伙计拦了下来, 黑牡丹, 你想干什么? 出去, 出去, 挥手驱赶, 能叫出名号来, 伙计显然也熟悉对方的情况。 被称为黑牡丹的女子咬了咬唇, 我花钱住宿不行吗? 他这样一说, 伙计只好犹豫着放行了, 钉在一旁陪到了柜台前。 黑牡丹摸出了十枚金币 拍在了柜台上, 掌柜的, 住一天。 掌柜的抬头看来, 见识他, 嘴角泛起笑咪咪冷笑, 一把将钱推了回去。 黑牡丹恶然道, 什么意思? 掌柜的淡然道, 黑牡丹, 这里不是你来的地方, 自觉点。 见父亲人家都不做他卖命, 这份羞辱令黑牡丹有点难堪, 脸上泛起怒红, 钱给少了还是涨价了? 掌柜的见他还叫上进了, 直接明了道, 这里不欢迎你。 见掌柜的这态度, 伙计立刻挥手道, 走吧走吧快走吧。 黑牡丹怒了, 我不走, 我又不是不付钱, 又没少你们钱, 也没做什么, 凭什么赶我走。 你们今天敢赶我走, 改天我见到城主在城中露面, 必然讨个说法, 问问摘兴城有没有这规矩。 见他这般, 掌柜的脸色惠明慧暗, 最终敲着柜台警告道, 在这里住可以, 不过我警告你, 住在腰越客栈的都是贵客, 你最好不要去骚扰,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黑牡丹耿着脖子道, 我知道, 不用你提醒。 掌柜的挥手将钱扫入, 扔出块房牌, 挥了挥手是以伙计把人给带走。 来到后面的园林, 黑牡丹开始东张西望, 辨别刚才亮灯的房间是哪个, 确认位置后, 默默记在了心中。 进了自己房间稍等了一阵, 黑牡丹又开门出来了, 朝记住的那个房间走去。 结果还没靠近那房间, 立马就有客栈的人跟来了, 黑牡丹停不转身, 问道, 你跟着我干什么? 火记道, 没有跟你, 这客栈内, 我可以随意走动。 黑牡丹知道在防着自己, 这份屈辱难言, 也无可奈何。 他估摸着想正常接近目标是不可能了, 客栈知道他的底细, 很有可能会一直盯着他。 脑中转了几个念头后, 索性转身大步而去, 直奔目标房间。 然而一走到房间门口, 那伙计见状立马上前, 横身拦在了房门前, 低声道, 黑牡丹, 我劝你不要乱来, 闹得客人不高兴了, 你要吃不了兜着走。 黑牡丹道, 我认识屋内的客人, 是他叫我来的。 伙计吃笑道, 别闹了, 大家也是经常见面的熟人, 你什么底细想干什么还要我多说吗? 黑牡丹, 真的是里面的客人叫我来的, 他有事找我, 不信你问问。 伙计审声道, 你少来这套, 再无理取闹, 小心我喊人来招呼你。 而就在这时, 门开了, 原方开门露面了, 门外有嘀嘀咕咕的动静, 牛有道让他出来看看怎么回事。 你们想干什么? 原方目露警惕问道, 伙计忙道, 没事没事, 看对方的反应, 他越发确认了对方不认识黑牡丹。 黑牡丹却趁机朝里面喊道, 兄弟, 是我, 我们见过的。 火急大怒, 这里有不少客人应该在修炼中, 哪能这样大吵大闹打扰, 回头招了下手, 立刻闪来两人, 左右抓了黑牡丹的胳膊就要直接拖走。 原方有点纳闷, 什么情况, 牛有道这时也露面了, 被喊声给惊动了, 问了声怎么回事。 目光看向了挣扎中被拖走的黑牡丹。 原方摇了摇头, 有点迷糊,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火急忙点头哈腰道, 没事没事, 打搅了贵客休息, 实在是抱歉。 黑牡丹扭头朝牛有道喊道, 兄弟, 是我, 我们之前见过的。 截池之人突然出手点在他身上, 让他没了声音。 牛有道愣了一下, 是有点面熟, 想起来了, 之前外面虎视眈眈的目光之一, 因为对方是女人, 又有几分姿色, 加之皮肤黑的有特色。 容易让人记住, 所以指了指道, 这不是有事吗? 怎么会没事, 是找我的吗? 火急忙道, 成米鱼龙混杂, 免不了有些打歪主意的人, 您不用管他。 牛有道正想了解一下这里的情况, 他的出身不怕跟乱七八糟的人打交道, 乱七八糟的人往往才知道一些乱七八糟的情况, 譬如正人君子哪知道青楼里面是怎么回事, 所以又指了指道, 如果方便的话, 让他过来吧。 哦, 火急愣住, 最终朝那边打了个手势。 齐齐的人放开了黑牡丹, 哑巴式的黑牡丹又指了指自己, 示意解开自己身上的禁制。 禁制解开后, 黑牡丹将拉扯凌乱的衣服整理整齐了, 这才抬头挺胸的走了回来。 第119章帝卓眼睛往里跳, 看着走回的气势足, 对上伙计的目光也有几分你能把老娘怎样的味道, 可以走到门口对上牛友道的目光又有点心虚, 因为没底气。 牛友道微笑道, 找我, 当着伙计的面, 黑牡丹嘴硬道, 我们之前见过的。 牛友道, 有什么事吗? 黑牡丹看了眼伙计, 朝屋内抬了抬下巴, 道, 能进屋坛吗? 请, 牛友道侧身让开, 伸手相请, 眼睁睁看着黑牡丹走了进去, 伙计忙提醒牛友道, 客官, 别怪我没提醒你, 以前有过客人被骗后钱砸进了水里的事, 事后追究闹起来钱也花掉了, 是追不回来的。 若有人提到钱方面, 还需小心, 否则出了什么是客栈可不负责。 他这嗓门一点都没避讳进了里面的黑牡丹, 里面纹生的黑牡丹脸颊微微发热, 银牙暗暗咬唇, 暗漫一生狗眼看人逼, 立志总有一天要堂堂正正住进这里让这些人点头哈腰。 听这么一提醒, 牛友道若有所思, 想起了上青十一路里提到的一些人, 大概明白了这女人找自己是什么事。 有劳了, 牛友道翻手弹出了一枚金币当赏钱。 原方牙疼, 心疼牛友道的花钱方式, 赏钱用得找给这么多吗? 伙计接到手, 笑了, 是个出手大方的贵客, 忙到我就在楼下盯着, 客观有事招呼一声。 牛友道和原方随后进了屋内, 伙计帮忙带上了门。 屋内的黑牡丹见茶水煮沸了, 立刻盲目了起来, 搬栋桌椅摆好, 伸手示意, 兄弟请坐。 牛友道笑着坐下了, 笑对方挺有眼色的, 看出了他和原方之间的主从关系。 黑牡丹又伸手示意, 原方请坐, 大哥请坐。 原方满头雾水, 那么这女人干嘛的, 没有做, 学原刚, 站在了牛友道边上, 警惕着, 盯着。 在他的印象中, 原刚就是这样的, 一旦有陌生人接近牛友道, 立刻保持着警惕, 随时要动手打人的样子。 见对方不领情, 黑牡丹沈笑, 转身端了茶水帮两人倒茶, 倒好后, 端端正正坐在了牛友道对面。 自我介绍道, 大家都叫我黑牡丹, 牛友道抬手打断, 看向窗外道, 去给我找本义寿路来。 原方握了声, 转身就要离去, 还以为牛友道有什么事要让自己回避一下, 他甚至怀疑是不是要干男女之间那事, 怀疑这女人是来卖的。 你回来, 牛友道赶紧招呼一声, 心中有些哭笑不得, 发现这就是原方和原刚之间的差距, 自己往往一个眼色原刚就知道要干什么, 指了指黑牡丹, 对原方道, 没说你, 我让他去找。 黑牡丹和原方同时愣住, 黑牡丹随后站了起来, 有些疑惑的样子, 一收录, 还要好酒和好菜, 对了, 他吃素。 牛友道说了个清楚明白, 问他, 有问题吗? 黑牡丹有点猛, 什么意思? 才刚见面, 做下一句话都没说完, 就让自己去买东西。 反应过来后, 意识到了这人的不寻常之处, 也令他莫名有了些信心, 至少对方愿意跟他谈不是, 连连点头笑道, 好, 稍等, 马上就回, 说吧快步离去, 走到门口刚开门, 牛友道又出生了, 我准备在这里住半年, 目前只交了一天的房钱。 黑牡丹戛然只不在门口, 回头看向牛友道, 而牛友道却端着茶盏悠然 看着窗外的夜色, 那话貌似不知是对谁说的, 可他心里明白是对他说的。 黑牡丹犹豫了一下, 随后用力点头道, 我帮先生交上。 说吧开门关门离去, 原方茫然, 问, 道爷, 他是要帮我们交房钱吗? 牛友道, 也许吧, 这里的茶也是上等茶, 钱花得不冤枉。 伸手示意他喝茶, 原方坐在了对面, 端起茶展长了一口, 又问, 我们要在这里住半年吗? 他会帮咱们交半年的房钱吗? 他爱交不交, 咱们又不损失什么, 你操心个什么劲。 牛友道翻了个白眼给他, 还有这好事, 原方狐疑, 不过他算是看出来了, 道爷是个使唤惯了人的人, 走到哪都把人随意使唤, 这才刚见面的一个, 连什么人都不清楚, 就自然而然毫不客气地直接使唤上了。 等在下方林园中的伙计不时抬头看着楼上的客房, 见到刚进去就出来的黑牡丹, 不免一愣, 这么快就被轰出来了。 黑牡丹匆匆出了客栈, 找到了自己的几个人。 鸡人到了偏僻处, 立刻有人急问, 老大, 见到了没有, 他答应了没有。 黑牡丹, 见到了, 还没开始谈, 我身上钱不够, 你们再凑八百金币给我。 一人奇怪道, 要这么多钱干嘛, 黑牡丹尴尬了, 一时间有些吱吱呜呜, 那个, 他要在这里住半年, 只交了一天的房钱, 其他的我们先给他付了。 鸡人一起愣愣看着他, 都有点没听懂什么意思。 于是黑牡丹又把事情给说清楚了, 话说出来自己都没底气。 啊, 鸡人一起失声, 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 一人道, 老大, 咱们是来找他要钱的, 你这倒贴算怎么回事。 一人道, 一天十枚金币, 这半年就是一千八。 一人道, 老大, 你有没有搞错, 事都没说, 你就要帮他付半年的房钱, 他要是回头不答应怎么办。 一人道, 是啊, 咱们可没什么钱, 人家一来就住这里的人, 还敢开这口, 这底气摆在这, 咱们未必招惹得起, 人家要是不答应的话, 咱们未必能拿他奈何, 这钱可就打水漂了。 黑牡丹心里也别牛, 一向是他们黑吃黑坑人, 今天似乎碰到了一个狠角色, 可自己见鬼了一般, 人家云淡风轻随随便便一句话, 也没勉强, 自己就主动应承着答应了下来, 鬼迷心窍似的。 我看有点靠谱, 黑牡丹心虚一声, 一人道, 靠谱, 老大, 哪靠谱了, 我看这人不像正道上的, 像混黑的老油子, 搞不好就是想骗咱们的钱, 咱们别因沟里翻了船。 一人道, 是啊是啊, 这种人下手咱们一点底都摸不到, 不带他这么玩的, 还是算了吧, 十枚金币损失了也就损失了, 一千八咱们这些没什么出路的人传下来真的不容易, 搭进去乐子可就大了。 一人道, 这人谁呀, 也太黑了吧, 连穷人也不放过。 黑牡丹有些恼羞成怒道, 都别磨蹭了, 钱拿出来, 老娘今天赌一把。 一人道, 赌, 这叫赌吗? 老大, 你没吃错药吧, 你不会是一见钟情看上了他吧? 黑牡丹, 费什么话, 赚我借的, 亏了算我的, 以后从我的分子里扣。 一人道, 老大, 不是这回事, 有他这样的人吗? 这百明了在坑咱们那, 黑牡丹, 快点, 人家还在等着, 他发泼了, 甚至朝几人各踢了几脚, 情绪有点抓狂, 被扭有道给搞得上下为难, 这是咬着牙硬碰一下, 如他所说赌一把。 最后几人不情不愿地云了八张面值一百的金票给他, 一个个唉声叹气, 看着他往火坑里跳却拉不上来的感觉。 一寿录一本, 好酒好菜, 记住, 别凑合, 要好酒好菜。 对了, 当中一个吃素, 素菜不能少, 快去, 我在这等你们, 快点, 都别磨蹭。 黑牡丹连轰带赶, 一人哀鸣道, 还要花钱给他准备好酒好菜。 这个多深的坑啊, 老大, 你这是闭着眼睛往里跳啊。 黑牡丹一脚踹他一个猎, 要快, 听到没有。 把几人给赶走了, 顾送几人垂头丧气而去后, 他忍不住双手捂了五脸, 心中懊恼, 也在问自己是不是吃错了药。 可最终还是坚持了自己的决定, 决定赌一把。 深吸了一口气, 扭头转身而回, 回了客栈堂内, 走到了柜台前, 摸出了一张五百面值的十三张一百面值的金票, 推了出去, 掌柜的, 一子号房, 交半年。 掌柜的愣住, 把十四张金票逐一页明了真伪, 确认无误后, 鼓一道, 给一子号房交半年, 你确认。 黑母单硬着头皮点头道, 钱难道有假不成? 还是又要赶我出去? 之前的羞辱, 现在拍出了这么多钱, 有了底气吼回来。 掌柜的与一旁的伙计面面相去, 难道之前真的误会了? 掌柜的拿了账本记下了, 大笔金额, 特意写了张收据给他。 拿了收据, 感觉这收据有点沉甸甸压手, 黑母单小心收好, 伙计客气请他入内, 他摆了回架子, 没理他, 而是转身出了客栈, 站在客栈外面等着弟兄们把东西送来。 面对这苍茫夜色, 心情莫名复杂, 等了好一阵, 弟兄们回来了, 陆续把东西给了他, 还在那碍声叹气。 黑母单提了两支石盒, 大步返回了客栈。 原方开门把他让进了房间, 入内后, 黑母单放下东西, 先摸出了收据给牛友道, 这是半年的房钱收据。 牛友道拿到手看了一下, 又随手递给了原方, 收着扒。 原方接到手一筹, 1800金币, 嘴角忍不住抽了一下, 之前听客栈掌柜的说了, 可以多退少补的, 这意味着1800金币到手啊。 他转身出去了, 得去客栈大堂验证一下真假。 第120章西记, 黑母单也猜到了原方是要干嘛, 自己做自己的, 将两支石盒打开, 韭菜逐一取出摆放。 客栈大堂, 原方收据往柜台上一拍, 问,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掌柜的拿到手一看就明白了, 递回, 真的, 刚刚那个皮肤有点黑的女人才交的钱。 收据收回, 原方二话不说, 扭头就走, 目光闪烁不停, 心里嘀咕, 这也行。 他发现自己在南山寺折腾来折腾去折腾个几年也才存下几百金币, 还不如这样搞一下, 琢磨着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合适的话, 这倒是条彩路。 镜头一热, 快速回到了屋内, 走到牛友道身边, 扶手贴耳道, 道爷, 真的。 牛友道斜眼一瞅, 有心无语, 发现原方办事有点小家子气, 搞得没见过前世的, 不是想学原钢吗, 怎么区区一千来金币就能让你扔下保护对象跑人。 钱重要还是人重要, 菜摆好, 酒蒸好, 黑牡丹摸出一只小瓷瓶, 每份菜上抖了点白色粉末, 变毒, 以示光明。 原方却伸手将他手上小瓷瓶拿了过来, 手指上弄了点, 舌头一舔长了长, 确认没问题又还给了对方。 牛友道有些忍俊不禁, 忘了这位食用药的行家, 向黑牡丹伸手指了直摆一旁的易寿鹿。 黑牡丹立刻拿来双手奉上, 牛友道拿了易寿鹿在手, 一阵翻, 翻到了有金王雄屠戮的那篇, 递递了原方, 你看看。 看什么, 原方胡怡, 捧着一看, 两眼一正。 牛友道伸手示意黑牡丹对面请坐, 同时问, 黑牡丹是外好吧? 终于愿意与自己谈了, 黑牡丹精神一阵, 规规矩举坐在了对面, 汉手笑道, 是外号, 也是真名。 打小不知道自己父母是谁, 能记事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一直在街头流浪, 从小长得黑, 被人叫黑丫头, 后来遇见师父, 就叫了黑牡丹。 牛友道噩了声, 问, 令师是河门河派高人? 黑牡丹, 无门无派的散修, 一次带着我出海采集林草石, 遇上抢掠, 被杀了, 我顿入海中侥幸躲过一劫。 牛友道抬了台下巴, 你单身一人, 黑牡丹, 以前有眼无珠, 跟过一个男人, 后来那王八蛋为了攀高枝, 把老娘给甩了。 如今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兄弟在一起闯荡, 意识到自己语气里带了恨意, 举杯敬酒来掩饰。 牛友道抬饮一杯, 同时携了眼边上的圆芳, 发现圆芳脸色不对, 暗暗好笑。 黑牡丹放下酒杯, 示意意捉菜肴, 先生适适合不合胃口。 同时起身, 坐在了牛友道边上, 方便帮忙蒸酒。 牛友道提了筷子浅尝几口, 又问, 你什么修为, 你外面的兄弟什么修为。 修为都到了住基期, 否则也不敢找先生。 黑牡丹直胡为他珍满酒后, 试着问了声, 还不知先生遵性大名。 圈圆道, 牛友道笑着解释了一下自己, 又指了直脸色难看的圆芳, 他叫金威。 惹上了宋迦娜的仇家, 尤其是杀了叶史宋龙, 两人对外都改了下名字。 圆芳亚根就没证明, 以前南山寺都称呼他小金, 金威的名字是圆芳自己取的。 圆芳觉得圆刚的名字很刚强, 认为自己的名字也不能差了, 所以叫金威。 黑牡丹笑道, 刚听金威大哥称呼先生为道爷, 原来是这么个由来, 那我以后也称呼先生道爷吧。 不知道爷是河门河派的高人, 牛友道笑颜, 和你一样, 都是散修。 黑牡丹脸色一变, 转而又神情舒缓, 笑道, 不可能。 牛友道奇怪道, 为何不可能? 配牡丹, 散修来点钱不容易, 有几个舍得住这十枚金闭一天的腰月客栈, 而道爷看着这般年轻潇洒, 身边还带着随从, 看了眼圆芳, 摇了摇头。 而圆芳已经把一寿路合上, 坐在了一旁, 抓了酒杯昂头闷了一口压压惊。 他现在才知道自己居然是不少人想杀而株枝的东西, 才知道自己的毛发被修行中仍视为宝物, 可用来编织成刀枪不入的防御软甲, 亏自己以前还敢露出那一身毛来, 想想都吓出一身冷汗。 牛友道挟了他一眼, 心知肚明, 又对黑牡丹笑道, 你难道不是散修吗? 黑牡丹知他是指自己还不是一样花了十枚金币住进来, 不一样, 我花钱住进来, 是想找到爷。 牛友道饶有兴趣道, 找我作甚。 黑牡丹不信他不知道, 若真不知道干嘛把他给这般使唤, 阿岸给自己鼓了把劲, 终于说出了来意, 我想创建一个门派, 摆脱这散修身份。 牛友道, 这是好事, 不过和我有关吗? 黑牡丹问, 想必道也应该知道创建门派的条件, 不是我们说自己不是散修就不是散修, 也不是我们说自己是个门派就是一个门派的。 牛友道汉守, 首先这个门派要得到修行界的认可, 才能在修行界开宗立派, 但也不可能得到每个人的认可。 于是修行界公认了九位德高望重的原应七高手为公正人, 譬如了这斋星城背后的主人就是其一, 只有拿到了这九人的居民公正, 才有资格开宗立派。 而要拿到这个公正, 又需要证明自己的实力和财力具备开宗立派的资格, 还需要其他门派的引荐和担保,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黑牡丹汉守, 倒也所言完全正确, 我们不是单榜前十的高手, 没有天下人公认的威望, 无法直接拿到居民公正, 只能是走正常途径。 牛友道笑问, 那不知你们又满足了其中几个条件。 黑牡丹, 实力我们自己已经证明了, 邪魔歪道榜上的三十个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 现在就差财力和门派引荐。 所谓的邪魔歪道榜, 牛友道知道, 就是指一些坏了修行界规矩的人, 或是一些坏事干多了引起公愤的人, 会在类似摘新城这样的修饰公共聚集地点张榜挂名, 鼓励天下修饰去铲除去捍卫修行界的规则。 而想要创建门派的人, 你不能说你有实力就有实力, 那得证明自己, 你想在修行界开宗立派, 首先得证明自己愿意捍卫修行界的规则吧。 若, 绑上一堆坏人的名字, 你看着办, 也不会勉强你, 你觉得哪个好解决, 你就去解决哪个。 总之30个任务, 干掉20个, 另找出10个坏人的下落举报其隐藏地点也行, 张榜者会通知那些坏人相应的仇家去解决。 当然, 你愿意把那30个一起干掉就更好, 绝对也算你完成了任务。 牛友道嘖嘖有声道, 完成了30个任务, 不容易不容易。 想想都知道不容易, 危险不危险。 零说, 得花多少时间和精力, 这些人为了摆脱散修的身份也算是够拼的。 黑牡丹神态略显然道, 为了完成这30个任务, 我们一起的弟兄死了十几个, 如今仅剩我们几人。 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 总得给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一个交代。 牛友道举杯唇边, 慢吞吞道, 那就是说, 其他方面有困难。 黑牡丹看向他的目光中略带稀迹, 财力证明方面, 一万金币的基本申请费用我们自己能想办法, 目前还缺一个引荐门派, 还有十万金币的罚金我们拿不出来。 其实这十万金币的罚金罚的并不是门派申请者, 而是引荐和担保的门派。 在修行界来说, 开宗立派是件严肃的事情, 不是拿来玩的儿戏, 不能你想玩就玩, 想不玩就能不玩的, 所以不能随便帮人家担保。 若引荐和担保了就要负责任, 新创建的门派三年内不得有人退出门派, 有问题自己内部解决。 大概的意思是, 一个门派连基本的自我管理能力都没有, 你创建门派干嘛? 创建来玩吗? 倘若出了这种事, 此门派是同自动解散, 不再具备门派资格, 而担保人则要缴纳十万金币的罚金给飘渺格, 所谓的飘渺格并非地名和物名, 说白了就是代表修行界维护修行界规则的一个组织。 如此规则下, 试问哪个门派会轻易给人做担保? 不是有相当交情的不会答应这是给自己惹麻烦, 愿意给你引荐和担保的已经是人之意尽, 稍微自觉点的都会先拿出十万金币给人家, 不能让担保人帮你担风险不是? 这钱要么当自己给人家的保证金, 到期后通过了规则的允许再还给你, 要么你也别指望还直接当作求人办事的礼金。 话说到这个地步, 牛有道岂能不知他的意思? 载修的确是这修行界最尴尬的一个群体, 你想加入别的门派, 正常点的门派出于自我维护都不太可能 轻易收些乱七八糟的半路出家的外人进门, 除非你对这个门派的确有利。 而具备这实力的人大多又不屑, 干嘛找个门派约束自己? 问题的关键是, 个修行门派出于对自己利益的维护, 通过飘渺阁这个修真界联盟制定了规则, 美其民约为了防止扰乱俗世百姓的正常生活, 为了防止修士与民争利, 不允许任何修士在民间直接或间接经商, 发现一个严惩一个, 绝不轻饶。 经此一条看似对所有修士都公平的规则, 受各方面因素影响, 便将散修的财路给断得差不多了。